在全世界市场范围 这个电动车跟混合动力车款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 那么目前在国际市场部分 混合动力车款稍微占了一点点的优势啦 那么在马来西亚市场是怎么样呢? 最近 MAA 就是这个大马汽车联合工会 他们就公布了2024年上半年 这个混合动力还有电动车的销售成绩 我们就来做一个对比 看一下马来西亚市场 消费者比较喜欢混合动力还是比较喜欢电动车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大家先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那么在影片这次开始之前呢 我们就要先跟大家讲讲 本地政府对于这个混合动力车款 还有电动车款的这个税务的差别啦 那么混合动力呢在本地的车款呢 是有一个EEV的这个政策 就是讲呢 如果是这个车子在马来西亚CKD 本地生产或者是本地租装的话 那么它的油耗表现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呢 那么政府就会给予一定程度的这个税务减免 所以呢如果是一部新车上市的话 他们都会讲我们是EEV 就是代表了它符合了政府的需求 在这个情况下呢 虽然讲它有部分的税务减免 但是实际上呢 那个车子还是要跟其他的车款一样 给予税务的 所以呢这个车款的价格就不会太便宜啦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马来西亚市场呢 混合动力车款的售价基本上都不会太便宜 而且呢只有顶配版本才会出现 例如讲这个HONDA CITY的 RX-EH EV 还有TOYOTA的CORORA CROSS HYBRID都是这样子 相比起混合动力车款呢 政府对于电动车的这个税务架构呢 就有一点点激进 目前呢这个电动车款是完全免税 包括了销售 包括了入口税 甚至连入税都不需要给 因此在马来西亚这个电动车的价格呢 是相对的便宜的 而且呢马来西亚政府对于电动车的这个 这个税务减免政策呢在东南亚市场都是绝无尽有的 例如讲我们的邻国电动车都还要给一半的税务 但是马来西亚是零税务 那么为什么马来西亚政府会推行这样子的政策呢 其实就是为了吸引这个电动汽车制造商来到马来西亚设厂 可是呢在这个政策推行了几年过后呢 其实来到马来西亚设厂生产电动车的品牌只是少数啦 目前有谁呢 像是Mercedes-Benz Vovo Neta 还有Cherry等等的品牌啦 那么剩下的品牌会不会有这个生产电动车的计划呢 我们就暂时还不知道啦 那么最近呢 MAA就公布了这个从2021年开始的 混合动力车款还有纯电车款的销售成绩 其实从2021年开始呢 不管是混动还是纯电呢 它们的销量都有爆发式的增长 其中EV的这个爆发式增长是最为明显的 它从2021年的278台呢 一直上涨到了2023年的超过1万台 所以你可以看出如果你是以成长率来讲话 电动车的增长率是比较高的 但是如果你是看整体销量的话呢 那么混合动力车款其实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混合动力车款的销量呢 从2021年的7000多台呢 直接暴涨到2023年的28000多台 所以如果我们在数量来看的话 混合动力车款呢 基本上还是马来西亚市场的首选啦 至于为什么马来西亚市场的消费者呢 会更加偏向于混合动力车款而不是纯电车呢 其实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充电设施的布局啦 虽然讲马来西亚政府呢在这几年一直鼓励呢 这些充电设施的厂商啦 或者是政府自己本身也在努力 就一直在推广这个充电设施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呢 马来西亚的这个充电桩虽然对比起来增加了很多 但是基本上呢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不足够的状况下啦 我自己就有开电桩的出远门的这个经历啦 虽然讲我本身是没有遇到就是充电桩有人在用 或者是充电桩损坏的这个情况下 但是跟我一起出去的朋友就有遇到 他们甚至为了充电呢 原本他们下午6点就会回到KL 但是就是因为充电桩有人在使用的关系 所以他们一直等到9点多才回到 所以这个充电的时间 会是本地的小汇者选择电动车的其中一个疑虑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电动车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其实价格严格来讲对比国外也不算太便宜 也就是讲说目前呢你要买到电动车呢 最便宜的都要10万令吉左右 另外呢混合动力车款其实也是面对异样的问题啊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 他们只有这个EEV的免税政策 而且只是免除一部分的税务 所以他们的价格也不便宜 就例如讲这个HONDA CITY的RXE HEV版本呢 在马来西亚售价要11万令吉 这个还是本地市场最便宜的混合动力车款 接下来的混合动力车款呢基本上都是更高没有更低 可是为什么消费者更加愿意去选择这个混合动力车款呢 首先呢如果你是买到这个混合动力车款的话 那么混合动力车款在一定的这个时速内呢 它可以实现纯电动驾驶 就例如讲HONDA的这个IMD系统一样 只要呢电池电力足够 然后你没有去LUB它的话 它是可以在80公里还是维持一个纯电动的行驶过程的 基本上它的体验就非常接近电动车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油耗表现 因为这些混合动力车款大部分都有这个电机来辅助的关系 它的油耗比对比起一般的车款也会降低很多 我自己有试过呢开着这个HONDA CITY RS 1H E-ME 行驶了接近1000公里 所以这个油耗表现是不是很赞 然后重点就是呢 你出远门的时候呢 你不需要担心这个车子没有电 因为它就像一般的汽油车子一样 你打油5分钟搞定 就算今天这个油站很多人在排队的话 我相信也不需要等太久 这个就是它对比电动车的主要优势 那么这个混合动力车款 销量比电动车款高的这个情况 未来会不会出现改变呢 我相信是有的 但是可能性不大 首先为什么我会说有 就是因为呢 那个Netta在马来西亚的工厂呢 会在2024年的年尾建成 然后在2025年的开始生产新车 而根据Netta之前公布的消息呢 那个Netta V2 也就是Netta V的这个小改款车型呢 在马来西亚CKD之后呢 它的售价大概会落在7万5千块左右 如果以7万5千块可以买到一辆电动车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蛮有性价比的 就不知道各位有什么看法 而如果Netta V做得到这样子的价格的话 其他的国际大品牌 我相信他们也做得到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他们会不会CKD啦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啦 但是实际上我自己个人觉得 混合动力车款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前景 会比较看好一点 因为目前在马来西亚积极推动 混合动力车款的品牌呢 就是这个HONDA跟TOYOTA 而且他们两个都是目前呢 除了国产车以外销量最高的品牌 如果有他们带头的话 一定会更多人去买这个混合动力车款的 在目前马来西亚买到混合动力车款里面呢 HONDA是提供最多混合动力车型的品牌 包括了CVIT 包括CRV 包括HRV 包括City Sedan 包括City Hatchback 都提供了混合动力车型 选择可以说是琳琅满目 另外呢 TOYOTA 也表示呢 未来呢 他们推出的新车呢 也会有这个混合动力的选项 目前TOYOTA Malaysia 在本地就提供了两款混合动力车型 包括了这个TOYOTA CORONAX HEV 还有这个INNOVA ZENIX HEV的版本 其中INNOVA ZENIX 更是采用了第五代的TOYOTA HYBRID SYSTEM 整体的实力都很不错 我自己也开过这台车 不仅仅是它的动力表现出色呢 它的油耗确实也很低 你可以想一下 INNOVA ZENIX 那么大量的车 它的平均油耗大概是14-15km per liter 这一个真的是很惊人 那么长远来讲呢 我自己是觉得混合动力 其实是更加适合马来西亚市场的 但是并不代表EV呢 你就不难买 因为其实 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的需求是这样 有人喜欢混合动力 有人喜欢EV 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 没有对错 如果你喜欢EV就买EV 喜欢混动就买混动啦 只是个人目前觉得呢 混动还是比较适合马来西亚市场的 那么在萤幕前呢 各位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